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举报管理 我们在之前讲小程序的一个展示页面的时候 就是视频的展示页面 我们可以对某一个视频进行一个举报 举报到我们的一个后端 然后我们的一个管理人员 在我们的后台管理系统里面 就可以看到相关的举报信息 然后再去决定是否有把这个视频给进播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预先已经是做好了 我们把这个缩少一下 那么就是这样子 放大一下就是这样子 OK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的视频也是可以播放的 OK吧 然后再点这边有一个进播的按钮 点击一下 问你一下是否要进播 点击确定 那么就会进播了 操作成功之后 然后我们的页面刷新一下 这边会说这个视频的状态 那么现在就是已经是一个进播的状态了 OK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代码我们来讲一下 首先一个 我们的一个从一开始的位置开始 那么就是在我们的菜单 这是入口 菜单这一块 我们把前面之前的一个模板的代码 拷贝一下 然后修改两个地方 一个是举报列表 名字改一下 另外我们的一个action跳转页面 我们也改一下吧 是show report list 然后再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controller controller是在这个地位 是在这个部分 然后点击之后进行一个跳转 找到我们的这个report list 这是我们的一个页面吧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页面 然后这个页面里面呢 很简单 就只有一块内容 就是我们的一个jqgrid插件 所在的一个这样的地址 对吧 然后这里面的一个注释 注释信息不太对 删掉 OK吧 然后的话我们对应会有一个js 这个就是一个js js的话我们先来看这一块 首先我们也是一样 是进行一个猝死化吧 把我们整个list进行一个猝死化 猝死化的时候 主要是我们的一个url需要去定义的 那么就是到我们的后端去做一个查询吧 report list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后端去找一下 那么其实就是这个路由吧 这个所对应的一个映射的方法 那么就是这里 非常简单 是直接去做一个查询 我们直接到service里面去看一下 那么这里面也是一个分页的查询吧 把前面的页数和我们的每页的纸条数据的参数 带过来进行一个分页 那么这个就是直接可以去做一个查询 然后这一块的话 我们在这里呢 使用到了一个自定义的map 为什么要去使用自定义map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 这个是它的一个原来的生成的一个map吧 那么我们其实对于这种原来的生成的map 我们一般呢 不太建议过多的去在这里面去修改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额外的字段去新增 或者说是一些字段去修改 那么我们的map是需要去重新生成的 对吧 那么生成之后 如果说我们把自己的代码和它的代码写在一起 那么等到我们后期不断的版本迭代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一个代码会很难以去加以维护 所以说我们要把自定义的map和官方它自己生成的map 我们要区分开来 所以说我们会定义一个这样的custom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在小程序的那台服务器所部署的应用里面呢 其实我们也有一个自定义的map 对吧 我们也说过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去这样做 首先一个我们的接口类是需要去定义的 第一个方法叫做select all video reports 这个就是查询我们的一个相关的举报列表 并且是一个惯例查询 然后惯例查询是在我们这里面这个方法 这个map我们已经是写了 在这里面我们定义了这个名字 是和我们的接口类是一一对应 然后我们整体它外部会有一个namespace 对吧 也是做过映售的 另外查询完之后 我们需要返回出去的一个类型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定义为reports 这个reports对象是我们自定义的 我们自己定义 并且是生成在feo类 是一个feo类生成在这个包之下的 对吧 OK吧 然后这里面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属性 这些属性都是会在我们的这个列表上 进行的一个展示的吧 所以呢 我们这些属性是需要去写上的 然后写上的时候 那么我们肯定是要跟查询语区里面 所调一一对应吧 对吧 很多的地方啊 都其实几乎每一个我们都写了一个s 但是建议还是要写一张s 这样子的话比较规范 然后s某一个值的话 那么这样子就可以和我们的 feo类里面的属性做好映射了吧 那么做好映射之后 再来看我们的关联下去 我们其实总共是三张表 对吧 有一张两张三张 另外的话还有一张表是 因为我们有两个user 两个user其中一个是举报方和被举报方 对吧 所以说我们会有两个user 然后这边是从我们的user reports 这张举报表里面去做一个查询 查询的话会关联这些 然后这些的话主要会拿取哪些内容呢 像这些我们的一个举报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就是举报的一个title内容 还有举报日期 另外还有是举报人的姓名和被举报人的一个相关的信息 我们都可以查出来 另外我们的一个视频当前的状态 我们也可以拿出来吧 还有视频的一个它的相对录性 我们也要看到吧 因为我们要在页面上显示 并且进行一个播放 对吧 那么最终这个查询出来之后 这个list会一个 这个会一个page的result 一个对象 我们封装过的直接传到我们的js这里 那么我们拿到了之后 我们的这个jkgrid就可以去做一个渲染了 对吧 那么渲染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大致看一下吧 这个是它的一个模型 这块 它的一个列的名称 我们是需要去一一定义的 然后这个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视频的一个播放的地址 点击我们可以播放 这个的话跟我们之前所说的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把api server 就是小程序的一个 它的一个server地址 我们需要和当前的一个相对路径 进行一个拼接 拼接完了之后 它才可以去做一个播放 对吧 那么然后这一块是我们的一个状态 我们状态查询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吧 这一张是视频表 视频表里面的话 它有一列叫做states 那么一的话表示正常 二的话就表示进波 那么所以我们在代码里面会进行一个判断 判断当前列的值是不是一 如果说是一 那么就代表是正常 如果不是一 那么就显示一个进波 对吧 然后下面这一块 这个是日期 这个不用多说了 是日期的一个转换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一个自定义的列 自定义列 我们加了一个按钮 就是进波 就是这里的有一个进波 禁止播放 然后的话 它会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当我们去点击这个禁止播放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这个部位会出发一个事件 叫做forbid video 我们来看一下 它会去调用我们的一个外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首先这个不是多说 判断是否要进波 确认要用 让我们的客服人员去确认一下 然后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 往下面执行 会来一个ajax的调用 那么这边会触发到我们的forbid video 那么其实它就是一个修改的操作 它会把我们的video的id传过去 我们看一下这个action 那么就是这个control的方法 我们看一下 它把这个videoid传过来 并且我们也定义了一个枚矩 这个枚矩里面 一个是1 一个是2 一的话是发布成功 没有问题 二的话就是禁止播放 是管里面的一个操作 然后在这边设了值之后 我们直接到它的一个service面去看一下 那么我们只需要去定义我们的一个video 把这个videomute出来 只要塞两个字 一个是它的主件 一个是它的状态 那么我们再来一个update byprimingkeyselective selective就是什么意思 我们前面也有提到过 就是说有值就去更新 没有值就不更新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states是有值的 那么其他我们这个对象里面有其他的属性 它就不会去做更新了 如果说把这个selective拿掉的话 那么我们其他所有的值 如果有值的话 会被覆盖为空 OK吧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更新的操作 更新完了之后 到我们的数据库 那么我们这一列的值会由1变为2 OK吧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再来到页面上进行一个测试吧 我们可以点击这一列 禁止播放 点击一下 然后确认是否进播 点击操作成功 然后再点一下我们的页面 会刷新一下 刷新了 然后现在正常已经变为了进播 再到我们数据库来看一下 F5刷新一下 就是这条记录 这条记录刚刚是1 现在已经是变为2了 OK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举报的管理 举报管理设置到一些相关的官员查询 那么其实的话我们在这边还可以额外做一个 就是做一个视频列表 视频列表只需要做一个单张表的一个查询 或者说是单表 就是我们的video表和我们的用户表做一个查询 然后这一个视频列表查询出来之后 会把用户发布者的姓名显示一下 然后也可以有一个点击播放 点击之后会进行一个播放 可以做一些相应的管理 那么这个的话 我在这里就不去多做了 因为代码和我们的被举报的视频列表 是大同小异 没有什么区别 OK吧 那么我们的短视频后台管理的这几个功能 我们都已经是完结了 那么其实主要我们的关注点还是在这里 我们的bgm管理 因为设置到了一个两台服务器之间 我们的一个文件的一个自动下载和传输 删除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操作 这个是我们所需要去关注的一个重点 OK 然后这一块我们现在短视频的一个都已经是完结 那么代码的话 我也会再重新的会传一下 群里面我们也都会给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下一章的内容 下一章是我们的最后一章节 我们会开始我们的一个云部署 我们的云部署环境是在腾讯云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会在后续的会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讲解